我们从这张图上看到 这一次演习 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湾岛的北部 南部 东部 这三个方向的海空域 展开了联合打击的演练 从图上来看呢 这三个方向的意义分别在于 首先 在台湾岛北部进行演练 不仅是对台北的政治和军事的重要目标进行威慑 而且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敲打 那么其次呢 在台湾岛南部进行演练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政治上 痛击台独的大本营 我们知道 台南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 二是经济上 对台湾岛进行封锁 临近台湾岛南部的高雄港 它是台湾的第一大港 因此演习 具有掐住高雄港 这个台湾的海上门户 沉重打击台湾对外贸易的这样一个意味 第三是军事上 我们知道高雄港 是台湾海军重要的一个驻扎地 所以这一次演习就表明 解放军能够把台湾当局的海军牢牢困在港内 是对台独势力以武谋独幻想的一个有力的震慑 那么最后在台湾岛东部进行演练 是为了阻断三条线 一是阻断台湾能源进口的生命线 二是阻断台独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逃跑线 三是阻断美国及其盟友向台独势力提供援助的支援线 台湾岛东部的花莲线 它直面的是太平洋 花莲港是台湾的主要港口之一 所以这一次演习 解放军在花莲附近的海空域开展模拟打击的演练 就展示了要联合夺权 包括要战控要地的这么一个能力 这就表明了解放军可以从多个方向 对台湾的港口机场等重要目标进行威慑和打击